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律与生活 大家好 这是法律与生活第二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离婚及夫妻财产制 在节目一开始 容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贵宾 我们德森法律事务所主持人 李兆环 李律师 你好 刘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这一集要讨论的是 离婚跟夫妻财产的相关议题 那特别是在我国 到底离婚的方式有哪击种 倘若上了法院 法院的判决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甚至在离婚当中 我们除了监护 探视 抚养以外 大家很关心的 有关夫妻财产的相关的问题 我想说在这一集当中 可以做一些充分的讨论 是 好 那让我们首先来看看 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认识民法有关两院离婚的要件 接着认识民法有关 判决离婚的原因 再来了解民法有关 法定财产制的规定 最后了解民法有关 剩余财产的分配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 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跟解说 首先让我们看第一个VCR 认识民法有关两院离婚的要件案例 丈夫贾 妻子已 双方协议离婚时 立有书面 且有二人以上执政人 但已拒绝前往护证机关登记 贾乃肃勤法院 命以协同旅行登记义务 请问贾有理由吗 所以这个题目 事实上也有发生的很多这种情形 我们想请李律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是是 事实上在谈解答这一题之前 可能陈鲁刚刚我们开始有特别提到 我们今天在谈离婚 在我们中华民国 现在离婚率非常的高 到底有多高呢 每年大概有五万到六万四对的 离婚的人口 平均下来一天大概有150对 大概300多人次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离婚率很高 所以相关衍生的法律问题也就多了 在我们这一题当中可以看到 就是贾乙两夫妻呢 她要离婚 但目前按照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离婚是要三个要件 也就是要有一份离婚协议书 然后要有两个以上证人 夫妻两个要到护证事务所去办理离婚登记 这样才符合所谓的两院离婚的 协议离婚的要件 那在我们题目当中 往往包括我自己当职业律师 往往很多人到了事务所 签了白子黑字 有了所谓的书面 也有两个以上证人 可是隔天或者是离开事务所之后 她就不同意去到 所谓的护证去办理 最重要的一个要件 叫做离婚登记的这个要件 的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就衍生类似像今天的一个法律问题 那这样的案例呢 在我们的事务上当中 有肯定说跟否定说 两个事务见解 那肯定说是认为说 既然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书面 那他也在那个书面上 有约定说要去办离婚登记 所以就以这个书面契约 来当作请求旅行 离婚登记的一个依据 那这样的事务见解 是75年台上至382号的 判决的事务见解 但相对的也是有非常多的 大概很多的反对的一个 否定说的一个见解 也就是也成为我刚刚特别提到 目前认为离婚率这么的高 所以在离婚这样特别是两院离婚 这样的一个要件当中 它必须要符合三个要件 特别是刚刚讲到第三个要件 也就是夫妻两个人 离婚协议书签了 上面即便带了两个人的印章 还有两个证人 最后还要再履行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肖要件 就是要到护证事务所办登记 倘若没有办登记 让对方彼此都还有考虑的空间 而做审慎的决定 要不要离婚 所以这样的一个离婚的 一个事务见解 同样事务见解 在75年台上894号判决 是采这样的见解 而后者的事务见解 目前应该是 事务比较通缩的一个见解 是 好 谢谢李律师的解答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亲属法身份法上面 伦理性的这个重要性 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不管是肯定说否定说 基本上面都认为婚姻是一个契约 那这个契约呢 因为契约呢 他已经承诺他要离婚 所以你应该要负担这个债务 那么你应该要去履行 这是肯定说 但否定说认为说 因为这个契约的规定 他本身的要件 在成立要件上面就要去登记 那你没有登记就契约了 成立要件都不存在 那当然欠缺权利保护要件 我觉得连的诉讼都没办法去诉讼了 可是问题是在这里 这婚姻到底是不是一个契约 刚才呢 李律师呢 特别跟各位做了一个数字上的说明 一年我们大概五万多件 我这边也大概跟各位做个报告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初结婚率 就是最初的初次结婚 跟初离婚率 跟初戏的初 它的比较大概是二比一 我们目前真的是离婚率太高了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用一个概念来看 假设今天他之 婚姻是一个契约 契约的双方单事人 一定是站在对立的立场 所以他没有办法共同地去生活了 因为你把它当作契约嘛 但是如果今天你把婚姻当作是一种 具有伦理性的爱的话呢 他可能就必须要有包容 要有体谅 要有这些容忍 要有尊敬 要有互助等等的 这个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那么现在夫妻到底是把婚姻当作契约 还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伦理性的爱来看待 其实呢 可能一般的民众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就我们的法律的这个规定呢 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现在有点类似像买卖婚的概念 其实我们从这个世俗婚到这个自由婚 我们目前你在看我们的条文里面 我真的感觉到说 我们的伦理性越来越低 那夫妻之间呢 彼此之间 尤其是女性的这个经济能力越来越强 所以在这个女性自主的这个情况下 离婚率是确实是很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规定 我们的修法 就是说因为离婚率太高了 所以去婚姻登记 离婚登记就可以减少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 这个我都已经要离婚了 跟我要不要去登记是没关系的 我不会因为要登记 就不太去愿意离婚 但我今天真的不想离婚 我刚刚好可以拿这个做一个借口 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的 这个夫妻财产制的分配 或者是三养费等等 我谈不懂 我就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一个借口 甚至于说我们在这个部分 还涉及到很多的财产的部分 拿离婚作为条件的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 在这个制度上面 是不是可以减低我们的离婚率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个婚姻的关系 是不是大家要再重新再做思考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VCR 认识民法有关判决离婚之原因案例 丈夫贾常因工作不如意 回家作骂妻子 以或以言语的讥讽 某日以被作骂后 带儿子回娘家 贾要求以西职返家 均遭以用 无法共同生活为由拒绝 贾也觉得双方实在难以共处 时隔半年 假依据民法第1052条第二项 肃请离婚 亦可否主张不堪同居之虐待 肃请离婚 假乙有理由吗 好 我们就发现到夫妻双方 都有理由 都想要阻断离婚 都有他的离婚理由 那么是不是请律师来帮我们解答 是 在我们刚刚看到的 第一个题目是两院离婚 那我们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有关判决离婚的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贾呢 他其实因为工作不如意 常常就会有一些 怒骂这个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而造成说 我的言语的暴力的一些情形 那之后太太当然 被骂之后 当然有一些受伤 因此就带着儿子回娘家 那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先生 也就是当时 因为有咒骂别人 这样子不对的行为的这位先生 他其实会发现 因为太太已经半年后还不回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先生他在法律上 有责的地方 是因为他有言语暴力 那太太的部分是 如果真的当对方 有暴力的情形的时候 在我们的民法的规定 也就是夫妻原则上 是要履行通知的义务 可是倘若有一些特殊状况的话 就是如果有正当理由者 不在此线 也就是太太如果为了当下的一些 避免暴力的情形 短暂地离开原来的住居所 还算在法律上是 有所谓的正当理由 可是经过半年之后 是不是太太依然不回家 是否就是符合这个正当理由 那我们还要看到 先生的暴力行为 是不是其实已经没有再继续发生 可是比较重要的 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例当中 是先生最后他觉得半年多了 太太也跟孩子不回来 所以他述请向法院请求离婚 那在这边就是要介绍 给各位观众朋友了解的是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的离婚 还是才所谓的有则主义为原则 在民法1052的第一项 大概都是谈的是有则主义 那有则主义大概所谓的 重婚通奸 不堪投居虐待等等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假 他主张的离婚室友是1052第二项 那1052第二项 其实是在民国88年修正的一个部分 那他是要减缓有则主义 而改采所谓的消极的破绽主义 所谓的消极的破绽主义 指的所谓的绝对的破绽主义 只要是双方认为说没有个性互役 没办法共同经营 大概就是婚姻出现了破绽 就可以主张离婚 那我们的立法理由 所谓的消极的破绽主义 适才的就是说 如果有则 有应该负责任的配偶那一方 原则上他要肃请离婚的请求权 是会受到限制 这样的一个立法精神立法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来讲是先生 他当初是有言语暴力 这样子口出会言 才把太太赶离家门 那目前来讲 他肃请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法1052第二条 第二项的规定是 有前项以外的重大室友 难以维持婚姻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主张离婚 但是在他的后段 弹书特别有提到 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 仅由他方可以提出离婚请求 也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 如果会认为说 其实太太为什么会离开家 其实是因为导音于先生的话 是不是先生就因此 上司了离婚的请求权 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 这个案例当中要讨论了 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补充一个95年的 第五次的民庭的一个会议的决议 也就是目前来讲 陈如刚刚刘老师特别有提到 在案例当中 其实我们真实的案例当中 他把说婚姻很多事情 谁是谁非 要认定当中 就法官来说 的的确确是一件很难认定 因为要透过证据来认定 所以目前我们常看到 有一种状况就是 妻子也会有他的所谓的可责性 那先生也有他的可责性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95年第五次的这个 民庭决议很重要的就是 当两方都有可责性的时候 在法院的实物见解就是 如果双方的可责性是 不分宣制一样的多的话 是双方都有离婚的请求权 那所以相对的 我们透过这个决议 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解释的 一个论述的依据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是可责性 比较低的那一方 原则上是可以提起离婚 或者至少是双方都有 相当的一个可责性 那倘若你是最主要的 可责于你的那一个 可归咎于你的那一方 原则上是不可以用1052第二下 来肃请离婚的 是 所以刚才呢 律师这边提到了 这个如果用1052第二下的话 因为只能是由这个 没有过世的这一番 可以主张破绽主义 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说 在前面也许先生有在咒骂他 对对 可是呢咒骂完了以后 这半年 他太太不回来 他是不是可以用这半年之中 太太不回来这个理由 来提起 是 这个部分其实也涉及到 就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就是说如果说太太要认为 说是有达到所谓的不堪同居 虐待这样一个法律上的 一个所谓的要件的时候 目前来讲大法官会议解释 372号的解释文 特别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他应该用透过具体个案 来认定之具体的指标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双方的一个当选 也就是我们的假影之间 他的教育程度 他的社经地位 以及其他的种种情势 来客观的来判断 是否任何人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都会认为其实已经危及了婚姻关系的本质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认为说有危及婚姻关系的话 也就是说骂得很难听 羞辱到很多的不堪的词汇 甚至动物 那这样子当然是任何人 倘若已经生力其境 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 都不堪这样的婚姻的一个相处 那也就是构成不堪同居的虐待 是 这不堪同居的虐待 刚才提到的这个372号解释案里面 他对于这个人格尊严的一种侵害 对人身安全的侵害 都算是不堪同居的虐待 但是刚才律师这边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在95年 第五次明天总会决议 但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们的离婚 无论是两院离婚 跟这个裁判离婚 我都觉得我们应该要尽量地去 发挥一个叫做别具制度 是是是 因为我们在诉讼上面 我们有停止审判六个月 这个其实要配合别具制度的话 因为我认为说在这个婚姻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子女的监护 是为最有利子女的地位来做决定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采用别具制度 我们进行了所谓的这个团体辅导 我们透过社工来进行团体的这个辅导 那我们在这个社工的这个团体辅导过程之中 我们就可以探讨出来 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也许他们夫妻就不需要离婚了 因为我们现在离婚真的太高了 那如果说经过这半年的这个别具 我们找不出来问题 或者说可以把问题找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话 那也许到最后 我们去肃请法院来离婚的时候 也许夫妻他们从这个仇恨 可以到彼此互相理解对方 然后能够很平和地离开 来分手 那这个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了一个别具制度之后 就是刚才律师在一开始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子女的监护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最有利于子女 他到底是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 还是既不能跟着爸爸妈妈 那要去跟着爷爷来来 或外公外婆 甚至于都不行 要透过社会福利机构 那这个时候怎么知道呢 那你没有经过一个团体辅导 我们现在真是只是一个 一个纸面作业 我觉得有点草率了 有点草率 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处理它 所以像刚刚刘老师 特别提到的别具制度 也有人才称呼为所谓的分居制度 目前在立法院也有一个草案的版本 那官方法务部也有一些配合的 一个对应的一个版本 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离婚是所谓的两院离婚 跟刚刚法院判决离婚 但是在这个中间当中 是不是让大家有所谓的冷却期 冷静思考 也就是分居不管别居是半年或两年 当然目前还没有拍板定案 都还在草案的阶段 比较重要的就是 让大家能够抗荡下来 深思熟虑 包括刚刚的财产的问题 小孩监护的问题 甚至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问题 透过这样的冷静沉淀 也许有些人会不离婚了 也许比例不高 我们不敢去断定 但更重要的是 透过比较冷静的方式 深思熟虑之后 那希望是能够比较理性的处理 不管是后面想要离婚的 两院离婚或判决离婚的相关事宜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透过这个案例 让各位知道说 这个离婚的权利在双方 其实是有一个比值上的一个比重的 你能不能去主张你的离婚权 即便双方都有它的因素存在 它还是有一个比值 但是假设我们今天能够去 透过了分居制度 别居制度 运用一个团体协商 你辅导的方式去经过这个诊断 我在想可能对这个婚姻的 这个破裂的问题 是多多少少有些帮助 但我不敢讲 一定能够降低我们的这个离婚率 可是我认为应该可以 对我们的这个离婚的问题 有些这个协助 有些帮忙 好 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微信 了解民法有关法定财产制规定案例 丈夫贾与前妻秉育有儿子丁 后来两人离婚 贾又娶了姨女 十年后 丁22岁 与朋友合伙开公司 因资金不足向贾借用 贾赠予500万给丁 比女50大寿 贾赠送比女价值200万元的赚借 姨女心生不满 乃主张撤销贾对丁丁的赠语 请问 姨的主张有理由吗 好 这个题涉及到 夫妻财产制的问题 那是不是请李律师解答一下 是 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先生贾 他之前跟前妻离婚 其实育有一个小孩 那之后他又跟现任期结婚 也就是姨 那可是在这个现任期结婚 婚姻关系纯续期间 他赠予了给他 跟前妻所生的小孩500万 22岁的小孩500万 然后也另外赠予给前妻 这所谓的200万的赚借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招致他现在的现任配偶 会认为说 对他可能他自己 未来将来的所谓的一个 法定财产的一个权益的 保障可能会有关 所以他就 我们才有要去探讨 这个实物一个案例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 也就是特别要特别提到 像我们在这个案例 我们以妻子乙来说 目前他并没有要主张离婚 所以这边在跟观众朋友 要提到就是说 目前来讲 法定财产制呢 如果真的要保障的时候 他的所谓的 法定财产制的那个请求权 就是夫妻生于财产 分配请求权 原则上是在离婚 后两年内可以去主张 就是1030之一以下的 相关的规定 但是有些人是说 我现在也没有 跟我先生要离婚 或者是跟我配偶离婚 可是比较重要的是 我已经看到我的配偶 目前他有所谓的 把财产渐渐地赠予 或者是移转出去 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一些 保全或救济的 相关的一个规定 在这边就是要介绍 给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在民国91年6月的时候 修正新增了民法1020之一的规定 也就是夫妻婚姻关系 都还在存续的 这样的一个存续当中 如果发现他的婚后财产 有所谓的有无偿的行为 有害及于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后 他本来如果说 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后 可以去主张的所谓的 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申请法院 撤销这样的无偿行为的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权利 但是在同样的一个 这样的法条的 真心真的规定 但是他有但书的规定 就是如果是为了履行 道德上之义务 所为之相当之正义 而就会不在此限 也就是说 那就是可以有效的 为的法律上的无偿行为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无偿行为 其中第一个是 爸爸赠予给前妻所生之子 五百万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儿子是因为要跟朋友合伙 开公司资金不足 所以向甲借贷 那他觉得恰借 那当然爸爸会觉得 我是您爸爸 你要跟我借 不必借了 我就是本来迟早都是您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五百万 就给了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一个 法律关系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就要特别提到 就是但书当中的 履行道德上之义务 到底什么叫做 履行道德上之义务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爸爸要赠予五百万给儿子 算不算是 履行道德上之义务呢 那目前来讲 如果说一般 履行道德上之义务 比如说我们车祸 撞到别人 可是很清楚的是 我没有过失 我没有故意过失 但是我看到对方受伤 我还是愿意 给一些相关的 所谓的补偿的那个费用 当然是履行道德上之义务 可是在这边当中 我觉得在我们实务上当中 可能会去横索 爸爸目前的财产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题目当中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 把它标示出来 所以假设爸爸的财产 其实是就大概也只有 七八百万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爸爸把他所有的钱都已经都给了这个五百万给儿子 然后另外两百万买赚借给他的前妻的话 这个部分我想说前者也许是我们可以去看探讨 也许还可以符合所谓的赠予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状况 可是你会发现 爸爸不但是五百万赠予给儿子 他还把剩余的假设仅剩的财产不多 他还买了两百万的赚借给所谓的前妻 这可能就是非常有争议的 也就是赚借是一个消费品 而且他这样的赠予算不算是相当的赠予 在所谓的他的前妻 丙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目前来讲 我想说在这个提议当中 我们可以去了解 也许在特别是针对他那个丙女五十大寿的时候 爸爸赠予两百万的赚借 而造成现任期会认为说 日后有可能有损及他的所谓法定财产关系消灭之后的 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当然他可以透过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透过现在的1020条之一的规定 来保全他的财产 那在我们失误案例当中 坦白说 刚刚我们是一个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讨论 可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失误当中 只要看到配偶的一方 有比较大比的财产的无偿赠予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配偶都会像律师 或者像懂法律的人来请教 而为这样的一个撤销的无偿行为的法律救济 好 我们非常谢谢律师刚才帮我们的解答 那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在我们民国96年在修正的时候 刚才谈到这个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这个部分 他原来是把它当作是专属权 是的 那后来就在96年把它删除了 那删除了以后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力 学者之间争议很大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期待的权力 那期待权它是不是一个实体已经存在的一个权力 是值得探讨的 可是因为今天 因为这个夫妻的婚姻之后 婴儿可以以一个期待权 可能受到侵害 而来主张这个撤销宿权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 是不是会危及到这个宪法上说 不知道这样的财产权的问题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撤销宿权 当然我们这个修正是当时有参考德国立法律 可是德国立法律到底是不是规定的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点 中间也有一点点差异性 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已经用到这样子 我就拿这个案例来跟各位做一个讨论 像在这种状况之下 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其实这么说好了 其实刚刚其实刘老师也特别提到 当时在新政这个条文的时候 其实在修法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对话 那当然拍板定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在1020之一的规定 但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字 也就是要有害及法定财产关系消灭 或他方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重不论到底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是一生专属非一生专属权的这个定性的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有再改回来是一生专属权 但比较重要的是说 倘若你能证明 我当下就是有这个钱的需要 或是有这个移转的一个必要性 其实拉高到宪法层次 民法之上还有所谓的宪法 也就是宪法保障个人的财产权 这样的一个层次 那甚至倘若真的是在离婚前 早就也许不用这样的一个正宇的行为 无偿的行为 它也许还有一些有偿的其他行为 为了要维持生活而把房子卖了抵押等等 而造成它的所谓的法定财产关系 就是骤减 其实这也是合法的一个处分的一个行为 所以其实我们 顾不论这个案例 其实在我们真正所谓的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即便有五年之内的恶意脱产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其实不代表着离婚前五年的 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的移转 都会被归类为恶意脱产 所以这在判断上是 有一些法律上的争执的 是 所以我刚才在谈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几乎是把婚姻就当做买卖婚来看 变成夫妻之间 他全部架构在一个财产利益的一个交换 那如果说今天用1020条之一的话 那我现在是说 如果今天我先夫 他有一个债权存在 债权已经到期了 可是他不去为积极的去请求 那你这个时候太太要怎么去处理呢 难道也是要以 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人 侵害用1020条之一的解释案 然后要求代位诉讼 所以这个逆盘真的问题很多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李律师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国家考试竞争激烈 想脱颖而出 必须掌握考试方法及答题技巧 华式国考特训班隆重开课 一次考上国家考试的秘诀 请上网搜寻 华式国考特训班 或下报名专线 02-2768-6026-321